剛剛過去的週日 臺北街頭聚集了3000多名民眾 他們舉著12位港人的名單 呼籲中共釋放他們回家 這是全球30個城市稱香港的系列活動之一 包括前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等多位在臺灣的港人 以及聲援泰國民主運動的年輕人都到場聲援 10月25號在臺北舉行的遊行 是為了聲援12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香港年輕人 在中共強推《香港國安法》後 今年8月這12人在偷渡臺灣的途中 遭廣東海警攔截被捕 目前被關押在深圳已超過兩個月 去年反送中事件後 一些反修理的香港運動人士陸續抵達臺灣 因出版批評中共當局的書籍 曾在大陸被捕的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 25號也參加了這場遊行 林榮基表示 港人現在被剝奪了遊行示威的自由 而臺灣仍享有自由與民主 看到許多在臺港人臺灣有人甚至有西方面孔 甚至有西方面孔都為香港挺身而出 林榮基非常感動 他說如果現在不站出來 未來香港面臨的情況還會更加嚴厲 遊行活動受到臺灣多個民間團體的支持 發起團體之一 香港編程青年理事長李鵬軒 倍感鼓舞 李鵬軒表示 全球有超過30個城市 37場活動同步聲援12名港人 說明全球都不滿中共當局操縱港府 打壓港人的自由 李鵬軒提到 除了香港民眾在強大的壓力下 仍舉辦網上集會 也有支持泰國民主運動的泰國學生 參加了臺北大學生 街頭的遊行 年輕世代至今也是不斷互相聲援的 泰國這幾個星期在街頭上遇到的警察暴力 政府蠻罕不回應的狀況 跟香港人在過去一年多來遇到的狀況非常類似 昨天支持香港的遊行 泰國時也有來聲援發言 他其實有講到說 這12個港人不只是他們 我們很同感 這12個港人被送中所遭受到的遭遇 走在臺北的遊行隊伍中 林融基體會道 對抗中共必須要有長期的心理準備 林融基表示 來臺後繼續開設銅鑼灣同名書店 就是希望能通過知識的力量 幫助人們認清中共的危害 並堅持抗爭之路